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对最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跟自己有关的 无论是世界或者人的性格特点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实用的说话技巧 让你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能够说出非常实在的话 让对方很快的接纳你的意见 第一个你跟他说 我发现你这个人在不太熟的朋友面前 会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 看上去像是不善于交际 或者不太喜欢说话 其实要是你跟你很熟的朋友在一起 就会滔滔不绝说很多事情 甚至没完没了 这个套路话术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几乎人都是两面性的 在莫菲生人面前基本上都是很想说话的 当你这么一说的话 他就会觉得你非常的了解他 从而从你这句话当中对你产生好感 并且愿意更深入的和你交往下去 第二句话 你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 我发现你曾经喜欢过一个人 一直到现在还默默的藏在心里 忘却不了 这一个也是非常经典的朗读书里面的一个话术 当你说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好像是有超能力 能够看穿他的内心世界 从而对你会更加的崇拜 好了今天的这两个技巧就分享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有用 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吧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 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拥有十万家的粉丝 那么请你打开头条号 再点击关注 然后再点击失信 给我发送33 我就会把我的涨粉心得送给你哦 再点击一遍 我可以把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可以把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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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